小萍 你的作业呢 老师 我有口中啊 别跟我说你忘带了 不是 老师 从上 我爸妈就染了一只狗狗小花 和我一起长大 我们生意完美 可是 昨晚都出生了 我看了一眼 伤心滚动 干嘛听不起比较作业 老师 实在太感动了 这样吧 明天的作业你就别做了 好好胺脏狗狗 谢谢老师 嘿嘿 要给你做生完就行了 耶 就都第三天了 作业呢 老师 我好受苦中啊 昨天晚上我一开门 居然有一只小狗关头在我家门口 这和你没做作业有什么关系 那个小狗不是一般的狗呀 他身上的摊起很毛沙 跟我死去的狗狗一模一样 明显是小花团他只剩 要回到我身边了 我给他洗澡味了 只剩过了一小 所以没时间做作业了 狗狗转世报案 老师太感动了 你这周都不用写作业 好好陪狗狗吧 小心 让你一个礼拜不交作业 三个月了 作业呢 老师 你听我说 我的哥哥 只是真的永远离开我了 又死了 你不会骗我吧 不会啊 老师 那天晚上跟军公园玩 明显的天空中我两天下来 你应该以为风从云中出现 什么 确实前几天好好地突然下了一阵雨 难道是因为这个 哎呀 以为风上下来 甚至搞住人生的一行员 那么告诉我 小花其实是流落在地球的狗狗王子 我怀里的小狗并不是投胎转世 而是小花死后复活 现在他终于回想起自己的身份 又会更新继承王位 我们在夜更中 傻傻离别的人类 小平 你这说的东西也太 完了 这事变得更新更新 后来不更新了吧 太感人了 这是超越了物种和文明的爱啊 老师决定了 你这个月都免写作业 哎 都跟那说不好写作业 这个现在半转 有点只有五块钱 也不知道小美老师过得怎么样 哎 小美老师 他怎么上电视了 小美老师 你的电影一踢狗星人横空出世 感动全球 大家都说你是编剧天才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也不是天才 只是我以前做小学老师的时候 遇到身边同学小品的亲身经历 艺术源于生活 谢谢他当年给了我灵感 让我赚了50亿票房 其实卫星狗从一开始就登陆地球了 他们的UFO飞过天上的时候谁也没注意 什么 你发现了吗 跟叔叔看到了几次 说不定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呀